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8月初正式公布了截至截至6月30日的2024财年第二财季财报。不仅调整后,美股收益和营收均未能达到华尔街分析师预期,低于第三季的业绩指引也大幅低于预期。 同时,英特尔还宣布了全球裁员15%以削减成本。受这些消息影响,英特尔盘后股价暴跌18.90%至23.56美元,跌破52周最低价。 而在当日的常规交易中,英特尔股价已经下跌了5.50%,暴收于29.05美元。 也就是说,英特尔一天的时间,股价跌去了超过24%。 具体来看,英特尔2024年第二财季,营收同比下滑约1%至128.3亿美元,低于市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129.4亿美元。 GAP照美国通用会计净净利润转为亏损16亿美元,而上年同期则为盈利15亿美元。 美股收益为亏损0.38美元,而上年同期美股收益为0.35美元。 Non-Cap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情况下,毛利率38.7%,较2023年同期下滑1.1百分点。 美股收益为0.02美元,同比大幅下跌84.62%,较市场分析师普遍预期的0.1美元相比,也要低80%。 按照部门划分,英特尔客户预算集团第二财季净营售为74.1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67.80亿美元相比,增长9%。 运营利润为24.97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运营利润19.86亿美元相比,实现增长。 这也是为数不多好消息。 其中,桌机业务营售为25.27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3.70亿美元相比,实现增长。 笔电业务营售为44.8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38.96亿美元相比,实现增长。 其他产品营售为4.0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5.14亿美元相比,有所下降。 英特尔预计,2024财年第三财季营收将达125亿美元至135亿美元之间。 这一业绩展望的平均值为130亿美元,远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43.5亿美元。 盈利展望方面,英特尔预计,2024财年第三财季,每股贪薄亏损将为0.24美元。 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英特尔预计,2024财年第三财季调整后,每股贪薄亏损将为0.03美元。 这一业绩展望,远远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0.31美元。 此外,英特尔还预计,2024财年第三财季,毛利率约为34.5%,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调整后,毛利率约为38.0%,税率约为34%,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调整后,税率约为13%。 在糟糕的第二财季财报,及第三财季业绩指引公布之后,英特尔还宣布,作为之前公布的总额10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内容,该公司将会裁减超过15%的员工,其中大部分将在2024年底前完成。 不包括正在分拆的部门的员工,目前英特尔全球拥有约11万名元,因此裁员总数将会超过15000人。 英特尔财务长表示,财务营收状况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裁员是必要的,可让英特尔达到更可持续的业务发展模式。 到2024年底前,英特尔将把非一次任务的研发、行销、一般和管理成本削减至约200亿美元,以实现到2025年削减至约175亿美元。 而到2026年之际,还将进一步削减。 此外,英特尔I宣布将从2024年第四季开始暂停派息,这将持续到公司现金流改善至可持续较高水平,这也对其竞争力将有正面帮助。 英特尔执行长Pat Gelsinger·塔特基辛格指出,尽管他们达到了关键产品和制程技术里程碑,但他们第二季的财务业绩仍令人失望。 基辛格强调,下半年的趋势将比他们之前预期的更具挑战性。 他们正在利用新的营运模式采取果断行动,以提高营运和资本效率,同时加速他们的IDM2.0转型。 而且,这些行动,再加上2025年,推出Intel 18A制程技术,以重新获得制程技术领先地位,将巩固英特尔的市场地位,提高盈利能力并创造股东价值。 据悉,目前英特尔正在Intel 18A工艺节点上,加速开发新的AIPC晶片,这对当前利润造成影响,但将有助于未来发展。 目标是在AIPC领域的竞争中保持领先。 然而,眼前有着一个重大隐患,那就是部分英特尔13代酷睿与14代酷睿近期被爆出的因材料氧化,即同固孔氧化、CPU核心、电压参数等问题,而导致的高负载状态下存在崩溃的问题。 很多65瓦TDP功率以上的桌机处理器都受到了影响,虽然部分笔电处理器也存在崩溃问题,但概率相对较低。 此外,这一影响甚至波及到了部分工作站及伺服器产品上。 英特尔日前在回应第13代酷睿、桌机处理器稳定性问题,确认过高的运行电压由微原始码演算法造成,而该演算法向处理器发送了错误的递压请求,后续会以补丁形式修复。 目前,对于有潜在崩溃问题的处理器,英特尔没有召回和停止出货的计划。 预防故障的手段目前只有等8月中旬的新版原始码更新。 不过这次公布财报后,英特尔正式宣布为第13代酷睿、桌机处理器延长两年保固。 按照英特尔官方声明,将为受不稳定问题影响的英特尔第13代、14代酷睿处理器额外延长两年保固。 一般来说,英特尔盒装CPU是三年的有限保固期。 这次声明,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受影响的CPU现在将有5年的保固期。 针对使用第13代、14代桌机酷睿处理器遇到不稳定症状的客户。 英特尔公司维护换货渠道的畅通,确保所有曾经或者目前受影响用户都能获得支援。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氧化的问题在最初两年里可能并不明显,但之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普通客户端产品如果通过软体升级减少崩溃,三四年时间来一次升级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伺服器产品通常会用到五六年以上。 这也将使得客户不得不需要进一步评估该事件的影响来做是否采购的决策。 而这无疑将推动部分客户转向、LMD等竞争对手。 总体来看,导致英特尔盈利持续下滑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伺服器和PC市场份额持续被LMD蚕食。 另一方面,则是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提出的IDM2.0战略所推动的耗资巨大的全球建厂计划及晶圆代工业务的开展,所带来了巨大资本支出压力。 尽管IDM2.0战略是为了恢复英特尔的行业领导者的地位,但这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以足够快的速度改进公司产品和技术,通过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价格以留住客户。 这在前期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成本压力,并且英特尔在这一战略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兼顾股东的短期利益受损所带来的影响。 这对于基辛格来说,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